好 我們來談談 傳產古 我們既然談到的珠洋變色 剛剛談到大立光 在一路下跌了之後 似乎有機會扭轉趨勢 還有一個族群也是我們想問 有沒有機會扭轉趨勢是航運 航運也是弱勢很久了 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機會扭轉趨勢 有沒有機會珠洋變色 我覺得有 為什麼 因為說實在的 沒有什麼人在談航運的 因為航運這一波其實 跌了都是五六十趴 你看長榮從高點到現在跌了五成七 陽明跌了五成八 萬海跌了五成三 對 都嚇死人 都嚇死人 然後今天傳出黃翔的老闆 賣了航運賠了八千五百萬 也是停順嘛 我們來看 傳出中環也賣了航運 也賠了兩千萬 那這些在股市赫赫有名 劃自己的肩膀的老闆都在賣了 難道我們這個地方要進去買嗎 對 然後我們來看 我們要跟老闆對坐嗎 其實這個不叫對坐 我認為是不同批的人 如果現在高檔有航運的人 其實你現在叫他買 買不下去了 所以其實我在講的 這邊其實航運你要有什麼 以純股的概念去買 不改 純股喔 要以純股 這邊其實包含黃翔 漢藍美食這些都是什麼 低檔一直買上去 一直在獲利 所以說黃翔這邊是賠 可是他前面是大賺的 所以我認為是 不同人在做不同的事 也就是說前一波就一直在做多的 這一波是怎麼樣 一直在停利停損的 停到這邊跌不太下去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重點 就是在於說 航運不是在看利多 要看利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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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空如果一直出 短期運價拉回 10月份天數減少 營收下滑 如果這個利空一直出來 可是股價一直不跌的話 表示怎麼樣 該賣的賣差不多了 或是根本都沒有人要玩了 所以像黃翔的老闆 已經被殺出了 但是不要忘記他上次有贏 他上次賺了2.23億 應該有贏 然後這一波他就認賠 賠了8500萬 對 所以我第一個觀察是這樣 第二個我們來看 散戶跟融資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融資在三個月裡面 其實減的還不夠多 這一個月減了百分 將近百分之20 所以我認為給大家看一下 散戶測星 對 法人你去查新聞 10月5號之後 抱歉沒有新聞了 沒有新聞了 因為也不寫了 不寫了 連航運的新聞都不想寫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現在只有一個重點 對於今年的EPS 跟明年的EPS的預估 這個是不會變的 可是目標價基本上 他不敢寫了 所以我認為你不是 那他什麼時候要豬羊變色 他還是那麼弱怎麼辦 所以現在的重點 真的不是股價 而是他到底賺的錢 有沒有配出來 我覺得外資在做這個點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個 其實兩個新聞告訴大家 今年的3月23號說什麼樣 現金殖利率5.5% 配50% 給你一公尚 預估在40塊以上 我問過所有的法人 今年賺40塊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賺40塊 我給大家看 不是因為本益比低額去買它 外資只想一個字 40塊如果配50% 配20塊 殖利率是21% 所以現在其實要用存股的心態 而不是想要買進去就乘風破浪 對 這樣意思 如果說配這麼少 配30% 12塊是有12%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 所以回到價值投資了 變成價值了 接下來的利多就是 決定明年配多少錢 這個時候股價就會發動 我認為現在就是佈局的好時機 好 那我們從日K線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一下技術面 好 所以我給大家看 我今天特別做一個點 你就是什麼 你要去看盈餘的總分配率 盈餘總分配率 過去盈餘總分配率 其實殘龍是最高的 所以我認為如果說 這間公司它願意配給你 那基本上 殘龍的盈餘總分配率高達49% 意思就是說他賺100塊 他把49塊分給股東 對 陽明是0 對 不過還是39.2% 對 有些散裝它比較高 但是散裝滿高的 有一些資本工具他們會配出來 星星208 玉米115 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最後看一下 所謂的殘龍的股價 好 那我們就來看殘龍 對 下面放這個外資 我認為外資為什麼會這邊買 因為你看 我剛才講利空一直在徹底 如果我剛才是以90來塊 用85.5來算殖利率的話 事實上超過20% 所以就在這一直打底 我再給大家概念 200塊你要存股 還是85塊要存股 通常你很夯的時候 就要做價差 很低的時候就要做存股 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 所以我們就來問 航運已經來到了 可以做價值投資的價位嗎 各位認為現在 心態轉變成價值投資 來買航運適合嗎 請舉牌 好 我們現在不是期待 航運標標標標 而是認為他的股息殖利率 很誘人 所以現場有六票圈 來 蔡總 蔡總講一下航運 其實從11月到隔年的2月 大概就決定了這個股息 這個地方公司還沒有宣布 股價就會提前反映 很奇怪 所以現在並不是面板有達群創 我覺得貨櫃三雄也是如此 就本益比到三倍真的很低 問題是它就不漲 但是花旗銀行認為未來六個月 從現在一直到明年的這個 大概三 四月 美國的塞港還是不會結束 但這六個月的時候 長榮 陽明 萬台 將會宣布它的股息 應該是在明年二 三月 所以股價會提前反映 那剛才昌星解釋得很清楚 這個子利率是 我告訴你 再怎麼樣 我們現在一年的定存 就是0.8% 也升不到哪裡 那現在買長榮 陽明的話 等於是十年 十年 而且是跌過 今天假如兩百塊 那不能做這個事情 但是跌了六十趴之後的價位 來看殖利率